你们看,空气方块居然可以被破坏 众所周知,在迷你世界中 只有创造模式下才会有空气方块 并且在生存模式下坚硬无比,根本无法挖掘 说重点! 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 在生存模式下,这坚硬无比的空气方块 真的无法被破坏吗? 揭开空气方块背后的秘密 文化镇探险队,今道九人,十道就我一个人 把谁不当人啊? 我可没说你不是人啊 那就是你不是人咯 你,你什么你? 小心点,我背后可是有一股强大的势力的 言归正传,这边是奶酪,这边是我 我们把空气方块放在地上 用生存模式下该有的道具进行测试 现在开始 累死我了 经过一番的测试调查 我们发现,无用的知识又增多了 就当我以为空气方块真的无法被破坏时 奶酪突然来了一句 臭姑妈,你好好想想 是不是每个方块都对应着不同的挖掘工具呢? 对哦,臭奶酪 还是你聪明啊 哎,那可不 不对 说谁以前不聪明的 哎,言归正传,言归正传 说起方块挖掘对应的工具 像土块对应的就是铲子 而石头对应的就是铲子 鸡眼对应的就是神秘道具 那么空气方块对应的就是 手 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啊 我这徒手挖快二十年 还没见过,用手就能把空气方块给挖掉的呀 肯定挖不掉的 你这手是假的 什么?假的? 不信你看 快来看快来看 其实在迷你世界里 那么你兽并不是整死的兽 今天恶做带大家召回自己的兽 兽县大开紫园拱房 走错下再帮球男 然后再开发这拱居 找到堆物设定 再进入堆物贬集 把楚四皮肤换成帮球男做号两 你们看恶都受现在多这时 这手也太真实了吧 我试试 根据他的步骤 打开资源工坊 先搜索下载棒球男 然后在开发者工具里面修改原始皮肤 修改成棒球男 你们看好了 现在我的手可是最真实的手 就连动作都不一样了 还不赶快测试一下 我后面的都等不及 别摇了别摇了 我测我测还不行吗 这样真的可以把空气方块给挖掉啊 去你压的 那么总结这回的测试 这是真实的手 那么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资源工坊呢 还是说他跟未上线的皮肤一样 是一个还未上线的手呢 对此官方大大也没有声明啊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la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感谢观看